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出门买夜宵 违规闯红灯后被警察拦下 浓烈的酒味和醉酒的状态使得陈乔恩十分狼狈 而酒精测试结果为0.67 比台湾酒驾标准的最高值0.55还高不少 虽然不至于毁了星图 但是这在台湾也不是小事 中午12点33分 陈乔恩就在微博道歉了 称自己的行为是不好的示范 向大家道歉 但是网友却看到了满满的槽点 诚意没见多少 拯救了李小璐倒是真的 不过小编关注的倒不是陈里两人的热搜 而是台湾的号称占酒上路必法的酒驾严惩规定 台湾酒驾分为四个等级 每升0.15到0.24毫克 每升0.25到0.39毫克 每升0.4到0.54毫克 每升0.55毫克以上 分别按照机车 小型车 大型车有不同的乘法 罚款 扣车 吊罩等 罚款大致在15000到9万新台币之间 折合人民币约3200到19700元 酒测值达到了每升0.25毫克以上的 以公共危险罪论处 0.15就算酒驾 烧不了两个月刑期和从业处理 导致重伤或者死亡的 掉罩后不得再考虑 对比一下 来看看咱们这边对酒驾的标准和出罚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规定 100毫升20毫克到100毫升80毫克的 属于饮酒驾驶 罚款1000到2000元 即时而分并暂扣驾照6个月 大于或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 属于醉酒驾驶 罚款5000元即时而分 并除以15日以下居留 并且5年内不得重新获得驾照 虽然两种标准都是让人不敢喝酒上路的 但台湾的标准明显要严格一些 看数据没啥值观感受的话就这么来比喻一下 在咱们这边 啤酒一罐就算酒驾 台湾半罐就算酒驾 咱们这边12度以下的红酒二辆算酒驾 台湾一辆多点就算 咱们这边190.5辆算酒驾 台湾沾点恐怕就是酒驾 全球最严没骗你吧